給我三分鐘 你也可以成為保險專家 相信很多人都有買保險的時候 必須指定受益人 或者被其他人指定為受益人的經驗 今天法王就利用三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聊一聊 受益人他的地位是什麼 受益人有什麼樣的權利 受益人的權利在什麼情形底下會喪失 首先我們來聊聊 受益人在什麼情況底下可以請求保險金 第一點 受益人是經由腰保人指定 但是必須經過被保險人的同意 因為受益人是被保險人死亡的時候 可以請領保險金的人 等於是被保險人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了受益人的手上 所以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之間 必定要有很強烈的信賴關係 也因此 腰保人就算指定的受益人 也要得到被保險人的同意 第二點 受益人要請領保險金的場合 必須是被保險人死亡的時候 受益人還存活 即便是比被保險人多活一秒鐘也好 常常我們在看到空難新聞的時候 全家人一起搭飛機 空難發生的時候一起死亡 家人中間相互是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關係 但是因為空難發生的時候 沒有辦法判斷到底是誰先死亡 誰後死亡 因此受益人就沒有辦法取得保險金 依據保險法的規定 受益人和被保險人同時死亡 而沒有其他受益人的時候 這個保險金就要變成被保險人的遺產 接著我們來看看 受益人有什麼樣的法律地位 受益人其實沒有什麼法律地位 因為受益人就算被妖保人指定 而且經過被保險人的同意之後 他還是可能隨時被換掉 妖保人可以憑著自己的意思 來變更受益人 妖保人只需要用一個書面通知 送到保險公司那裡說 我要變更受益人 受益人就可以變更了 最常見的情形是 父親幫自己投保 指定大兒子當受益人 可是後來父親發現 大兒子其實是非常不孝順 而且都在啃老 因此他就跟保險公司通知 要改指定比較孝順的小兒子 當作受益人 這個時候大兒子是沒有辦法 表示任何反對的 那麼受益人的權利 什麼時候會喪失呢? 依據保險法的規定 在人獸保險裡面 受益人故意殺害被保險人 或者殺害被保險人沒有成功 另外在億萬險裡面 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成功 受益人都會喪失受益權 我們常在社會新聞裡面看到 受益人為了炸領保險金的緣故 故意要殺害被保險人 像過去著名的金氏媳婦案 南迴搞鬼案 通通是這個樣子 如果不讓想要故意殺害被保險人的受益人 喪失請求保險金的權利 就沒有辦法阻斷他們故意殺害被保險人 來詐領保險金的誘因 這樣子對整個保險市場 也是一種傷害 你說是不是呢? 三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